魏玉冬,以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,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,何永远和李可出战新赛季的争叉是不成问题的,但是也可以非常肯定地告诉大家,这两个人都无法代表北京国安出战乱怪,有点,因为即使能打争叉还不敢说肯定,何永远可以,李可还在带里的速球当中,转换国籍首先要特级,能还是比较简单, 李可从英国退级手续是非常繁琐的,他还在最后锦维密鼓的套礼当中,希望能够赶上最后的注册时间,国安从去年接触规划球员到现在,已经非常的容易了,国安是唯一接触规划球员的俱乐部中,能够正式确定加盟的,恒大也接触过,北门也接触过,都没有正式加盟, 这名能不能把亚弹就喝面子说,魏玉东,也特别想知道国安以什么样的态度,运动2019赛季,周总对此表示,没有什么好评价的,国安的态度是,会继续按照自己的具体原则当中,职业态度去发展俱乐部,而且会持续对俱乐部交大投入,最终的目标是给北京这座城市带来更多的荣誉, 永远,跟周总一样,很多俱乐部是顶着用力,希望今年的联赛是按照人有的勾搭,有秩序的发展下去,刘宇宁,张鲜伟,很多人都想要,但是为什么都没有得到,就这么巧从天海去了恒大,我们现在只能说是巧合,普京周贺国安理想得到刘宇宁的,对后防线进行补充, 但是周贺国安现在自己人不晚出走就不错了,魏律东,这是大家的愿望,但是很可能会落空,请给军球鱼放心,周贺肯定还是会按照自己的方式,把国安这支球队的职业态度拿出来,魏律东,提向接启,经不起推销,远远,按照中插联会的规定,立队队队员是没有资格上中插联会的,如果每个月换两个新的, 每个月换换,一个直接洗走了,上来的都是订队队了,周贺民,其实与俱乐部层灭,这些规定都不用被外,真的是职业化的代退,教练员根据球员的状态,决定他的好坏和使用,决定权在专业的教练组,还不应该有管理层的更衣。